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今天我们要在一件事情上面 不断的深入研究 然后不断的成长收获 其实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 来让我们的学习可以更有效果 就像你现在整个早上看老师的直播 那你会发现到说 对 我们常讲说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这句话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同样的讯息 但是每一个人这个接收的程度 或者说学习的成效却不一样 好 这就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 其实很相关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子 才可以让自己更专注 沉浸式的学习 然后可以怎么样 可以更有学习的这个效果 那当然了 我们这样讲这个专注力 其实你与其说它是一种能力 那更重要的它可能是怎么样 它可能其实上是有一些 这个我们讲说所谓的这个 生理的系统运作在里面的 其实我们这个人 其实很多东西是奥妙的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莫名的情绪来呢 可能跟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呢 好 其实我们在这个学理上面的 有真的就所谓的这个 专注力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所以如果是今天我们的 是我们的身体因素的话 那当然了 可能真的要求助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生 可能真的严重的话呢 是要怎么样 是要有一些用药的 但是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说 那后天呢 是不是也可以培养这个专注力 是不是还可以透过某些训练的方式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主题 首先呢 我很喜欢这个诠释 我忘记我是在哪一本书看到 很久以前看到的 他说这个focus 这个专注啊 他把它拆解啊 那变成这个五个字母啊 那这五个字母呢 好 刚好呢 好 可以变成这样的一句话 好 我们来听听看 来看一下 这个f呢 叫做什么 叫做follow 也就是跟随 那o呢 o叫做什么 叫做one 好 就是一个 好 跟随一个什么 那c呢 叫做cause 叫做方向 好 跟随一个方向 那u是什么呢 好 各位 u就是until 直到 那你觉得s会是什么呢 跟随一个方向 直到怎么样子呢 好 这个s呢 好 就是我们大家 不断在追求的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成功 success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所以怎么叫做专注 就是跟随一个方向 直到成功为止 好 那我说我很喜欢这个诠释的原因 是因为 他给我一种 这个原来专注本身 就是一种力量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 可以培养或运用 然后或者把这个力量 发挥到极致呢 好 各位 那就是我们今天想来 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各位 我帮你整理了 就是说 我们到底这个学习的 这个能力 它的历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到底 今天学习的 最后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要展现出来的 究竟是什么 可以表示怎么样 表示你真的学到了 真的学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上面这一层呢 其实呢 我把它定义叫做创造力 好 各位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从模仿开始 我们可能从学习各种新的知识 不管你怎么学 但是最后面呢 怎么证明你能够这个运用它 甚至你已经内化了 其实就是变成什么 变成了你的能力 那我们会说 这就叫做创造力 所以呢 你一定要以这个创造 这个自己的东西 创造 把你学的东西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以这样子的这个终点为方向 好 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习的这个价值之所在 所以你每一天是不是有在创造呢 好 各位 这个创造呢 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得到某一些成果 好 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创造成果 就好像 老师呢 每天早上呢 这个直播的这样那个内容 那这都是 不管是老师从哪里学来的 好 但是怎么样 我就是怎么样 把它整理创造出来 好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在发挥我学习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重点 或者是说目标 好 可是这个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 你在前面还没有办法创造东西出来之前呢 在前一层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呢 好 来 各位 叫做联想力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在教学的时候说 学生很聪明啊 就表示他可以举一怎样 反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举一反三的意思呢 就是说老师必须先举一出来 然后学生呢 才能够反三出来 好 但是这个反三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还是从这个一来做变化的 那么他还是有机可循 好 所以呢 当无机可循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创造力的展现 好 但是在这前面之前呢 我们要先培养我们的这个联想的能力 好 这个联想能力呢 各位 其实事实上呢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所谓分析啊 思考啊 OK 这个批判这个能力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到底这个联想力呢 在前一层是什么呢 好 各位 其实就是逻辑力 好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逻辑力的意思就是 我懂对方在说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要了解 老师到底想传递的给我的是什么 那他能够怎么样 解读这个前因后果 OK 他能够把这整个脉络能够串起来 那当然呢 下一步骤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这个所谓的反三嘛 所以呢 这个逻辑力的意思就是 当老师举一的时候 他能完全懂这个一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各位 这个逻辑力呢 就会帮助我们到下一步的联想力 最后到创造力 好 那逻辑力的前面是什么呢 好 各位 其实呢 就是要先具备这个所谓的观察力 好 这个观察力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在思考的这个最起点的东西 好 什么叫做思考 其实就是你要先把焦点聚焦在某个东西上面 某一件事上 某一个点上面 然后仔细的思考 那在聚焦的过程当中 各位 你的思考一定是有所刺激 所以这个刺激的就是你观察到什么 你发现到什么 你看见到什么 好 可是呢 这个观察力呢 其实基本来自于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专注力 所以你现在懂了吗 专注力是所有这个学习能力的基础 没有专注力 各位就不会有深度的觉察力 那没有深度的这个觉察力的时候呢 观察力 觉察力 你就怎么样 你的这个逻辑就串不起来 你更不可能联想 不可能做创造 所以你现在了解了吗 其实事实上 在这个 为什么老师要用这样的一个阶层的概念 就是说观察力里面是包含专注力的 OK 逻辑力里面是包含观察力跟专注力的 好 联想力就包含前面 那创造力当然是所有的整合起来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 好 那 大家早安 各位伙伴呢 这个陆续上线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变成一个你的好习惯 那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各位你会发现到 老师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专注力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因为学习的方式太多元了 好 你可以在线上看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直播 但是呢 你也可以怎么样 举个例子来说 好 比如说老师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 我们要做了这个线上的这个 线上的这个讲座 然后呢 已经上线 好 那这个会议的网址呢 也传给大家了 好 那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这个线上讲座呢 又跟这个直播的互动方式又不太一样 好 我们在这个线上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加入一些讨论 会加入一些这个你的 好 要分享你的想法出来 那你会发现到说 这么多元的学习的管道 那么大家其实最重要就是 我是不是能够在过程当中呢 都能够很专注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讲的 专注力该怎么来培养 好 各位 第一个叫做什么 从习惯问自己问题开始 好 我常常讲说什么 叫做这个思考啊 就是Q&A的过程 那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从习惯问自己问题开始 其实就在练习 培养我们这个 所谓的这个思考的能力 那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问自己问题的时候 其实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叫做再暂停下来 各位 这个暂停下来呢 好 就会让我们开始怎么样 重新聚焦 我们常常其实会分心的 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我们不断的接收新的刺激 但是并没有想太多说 那我到底我要的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从习惯问自己问题开始 比如说你在上课的过程里面 然后你就问一下说 如果你现在觉得有点烦 有点无聊 到底是老师讲的东西太简单 还是老师讲的东西我听不懂 还是我自己的身体太累 好 各位 从习惯问自己问题开始 好 第二个呢 各位 叫做跟练肌肉一样 逐步增强 好 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工作法 比如说这个番茄中工作法 这个 比如说 这个时间管理 也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这种技巧 那么其实这个专注力的培养 尤其是 我们常常把这个专注力培养 放在什么 小孩子的这个学习上面 好 比如说 各位 房间有很多这种幼儿的教材 培养专注力 这个数数字 连数字连结 这个画画 图案 图颜色 这个数字图画 这些都算是 好 可是呢 各位 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训练专注力的时候 它比较像我们在做训练肌肉一样 你每一天练习量 各位 你要记住 一开始不要太困难 不要让你超出你的身体的负荷 那你是可以慢慢慢慢增加的 各位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今天的核心重点呢 就是在第三个 好 第三个是什么呢 好 叫做 移除会影响你的专注力的九项原因 好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来分享 这九项原因是什么呢 好 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哦 来 第一个呢 好 其实事实上在这九项原因里面呢 好 其实 呃 我们这样讲 有当下的因素 好 那也有什么 跟未来相关的 好 当然也有跟过去相关的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 来 第一个呢 叫做 好 缺乏兴趣或动机 好 你会发现到 我们为什么今天会对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专注呢 好 各位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战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 我们从一开始就找不到这件事情的价值 那你要记住哦 各位 兴趣当然跟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的 但是动机呢 则是我们可以自己赋予的 所以你要记得哦 我们刚刚为什么是要叫你问自己问题 其实专注力呢 就是给自己一个做这件事情的理由 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会提升你的专注力 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推广我们这个脉着 脉着有三大这个原则 第一个法则就是 每一个选择都有你自己的理由在里面 所以呢 你如果能够怎么样 先设定或赋予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所谓的意义价值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专注力 好 怎么样 比较能够怎么样 维持 好 第二个是什么 叫做习惯性的拖延 好 你会发现到 我们只要一拖延事情呢 就会开始 就会变得烦躁 我们只要感受到时间的压力 所以压力呢 也会造成你怎么样 容易分心 好 你会发现到 当你感觉到焦虑的时候 那各位 你当然不可能很专注 在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一旦拖延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就会变成一种负面的循环 好 各位 那到底要怎么样改变这个拖延呢 好 这个打一下广告 我们下礼拜三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反读行动呢 就要来分享这本书 叫做这个拖延的情绪动力学 好 教你怎么样子呢 各位 来克服拖延这件事情 那从这个心理学方面去着手 好 来 第三点呢 好 叫做什么 叫做目标或计划不清楚 好 各位 这个目标或计划不清楚 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会开始产生某些自我的怀疑 我这样做有用吗 我这样能得到达到我的终点吗 那我现在下一个步骤该是什么呢 好 各位 如果假设今天 你的目标或计划不清楚 就变成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你会不断的自我产生怀疑 那这种怀疑呢 就会容易怎么样 造成你的分心 容易造成怎么样 你现在跟不上去这个节奏 好 各位 第四个呢 叫做健康不佳 好 我想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马上讲到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状态有关 好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的产生 都比较偏过去 那这个健康不佳呢 当然怎么样 包含了你这个 你的睡眠不足啊 或者是你现在身体就是不舒服啊 那当然你绝对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 能够怎么样 专注 所以这时候可能休息 是对你最好的一种恢复专注力的方式 好 各位 情绪的影响 好 这个情绪的影响呢 可能就是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 你突然怎么样 各位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的 你产生某些情绪 不论是这个正面的 或者是负面的 好 过于开心兴奋 也会影响这个专注力 当然的 负面的情绪 恐惧啊 这个 失望啊 沮丧啊 这些都会 好 来 第六个呢 叫做悲观的想法 当然呢 跟我们的情绪 就没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悲观想法 有 也有可能是什么 跟情绪无关 你已经怎么样 各位 你就是这个天生 喜欢朝这个负面的思考 然后你常常怎么样 就是会预测这件事情 可能会往不好的方向走 这些都会影响了 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专注能力 好 各位 第七个呢 叫做什么 叫做被打扰 好 没有错 我们在这个时代 现在啊 很容易呢 就会被打扰 好 各位 有人说呢 这个手机呢 是这个世界最无理的发明 最没有礼貌的发明 为什么 因为对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 好 举个例子来讲 好像老师现在呢 已经完全的习惯 就是我的手机呢 永远都是开静音的 那你说 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商务人士啊 开静音的这个模式 那怎么样会不会漏接电话呢 好 那因为老师呢 就是有联动这个Apple Watch 所以呢 这个手机呢 是怎么样 是不会影响说 这个漏接电话或什么的 可是你又说老师 那这样子不是更容易的 会去被打扰吗 好 所以你就要必须很清楚的知道 在做时间管理规划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自己就要很清楚知道 不是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而已 而是这一件事情 要用什么方式做 好 你也必须要规划进去 所以如果今天重要的事情 各位你要有你的场域 比如说你们听过我演讲 都知道说 老师呢 会刻意的这个坐在咖啡厅里面 把事情完成 好 你会发现到说 我们会想办法 会有一段时间 给自己某一个特定的空间 那这时间不长 可能这个 20分钟 30分钟 然后呢 非常有品质的 怎么样 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完成 好 甚至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 你就让自己是进空的 比如说 有人习惯很早起 大家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他就先把他完成 他哪些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呢 你一定要自己去创造 这样子的一个 时间空间 让自己可以专注力 能够最高的提升 好 各位 第八点呢 好 叫做什么 叫做缺乏训练 其实专注力呢 刚讲过 它就像肌肉一样 它是要经过怎么样 真的要有所训练的 好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 偶尔做做这个 专注力这种小练习 好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是这个 你开始用定时器 然后呢 好 跟自己讲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要完成哪些东西 那你要记住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 各位 这样有计划 有规划 很多时候 为什么会专注力 会消失 就是因为你一次 跟自己讲 要完成东西太多了 你要切割 小段 然后跟自己讲 我在这段时间内 只要完成什么就好了 那你就会发现到 各位 不只是提高你的专注力而已 其实你的意志力 也会慢慢的 这个 随着你的训练 感觉起来 你的挫折忍受度 你的忍耐 这些什么都会增加 好 我们看到这位伙伴 好像是新来的伙伴 这怎么念呢 Z-O-N-G 如果您第一次来看直播的话 你可以跟老师自我介绍一下下 很感谢你跟老师互动 最后一点 各位 叫做什么 好 叫做 习惯不专心 对 也就是说 这样讲 你已经没有觉察到 你其实一直在不专心的状态 你已经习惯这样子了 你的生活也是如此 那这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不知道说 原来你的学习效果 还可以不断在做提升 你没有觉察到自己怎么样 已经常常习惯这种 我们前面讲 之前讲这个三分钟热度 其实很多人讲三分钟热度呢 的这个负面的部分呢 更多的是什么 它容易分形 OK 好 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九个因素拿掉 去除掉 然后再配合我们怎么样 刚刚前面跟你讲的 好 各位 这种是建立一些小习惯 好 思考的小习惯 多问自己问题 好 然后呢 怎么样 像训练肌肉一样的 逐步增加 逐步有计划来做训练 那我想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专注力呢 的确是怎么样 可以在后天 不断被你的这个 所谓的加强 那一旦这个专注力加强了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观察能力 好 你的这个这个逻辑的能力 你的这个联想力 甚至最后你的创造力 都会怎么样 能够逐步的养成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我们要来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每日小雨的部分 好 来 记住这一句话 累的时候提醒自己一件事 好 这个世界 唯一不会骗你的 就是每天的自我训练 好 什么意思呢 各位 也就是说 只要你今天真的有做 而且持续的做 各位 这个累积 一定会被看见的 它是唯一不会骗你的 就是你每天这样的运动 各位 这个最后面 产出来 在你身上的改变 是绝对怎么样 是不会骗你的 它是唯一 你今天一分耕耘 绝对会有一分收获的事情 所以训练 训练 训练很重要 各位 你自己在做 如果您自己在公司里面 担任负责人 你自己创业 你是主管 甚至你是员工 你都应该不断的推广说 其实很多的事情 真的要透过训练 我讲的训练 只是广义的学习里面 一块重要的部分 很多人找老师去做教育训练 但是 其实少了后端的 所谓的训练 训练训练 很可惜 也许他接收到很多新的资讯 新的知识 但是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话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最后面 他就会觉得 我们的这个课程 好像在欺骗他一样 我们这个东西好像怎么样 好像没有得到这个学习的效果 其实并不是的 好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再强调 唯一不会骗你的 就是你每天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 这些都会累积 那当然它包含了正面的跟负面的 其实每一天你都在做事 只是累积的是什么而已 好不好 各位 这就是今天老师想跟你分享的 好 欢迎大家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一起上线来成长 老师会跟你分享 影响力沟通的技巧关键 然后再强调一次 各位 礼拜天的下午 我们会有一场 open space的开放式空间讨论 那我们也会把 如果你还不知道讯息的话 那你就追踪 关注老师的 全面博会的粉丝专页 或者是我个人的FB 我会尽快的把这个消息 就来跟大家讲 那我们很希望 如果你喜欢这种 所谓的这种互动式的 这种我们讲说课程 或者是说 你真的觉得对你生命当中 现在是有些迷惘的 欢迎礼拜天下午 空出一个下午的时间 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 跟我们一起来 把你生命当中很多的问题 跟身旁周围的朋友 一起来成长 好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边结束 好不好 谢谢大家